內地最新宣布由明年起對接近900項的商品減減進口關稅 當中有些是抗癌、罕見病藥的原料、特殊的幼兒、患者所需要的食品 甚至提出零關稅 感覺上對於調低所有關稅的貿易戰 可能在拜登上場後暫時告一段落 我想你這方面想多了一點 是嗎? 調低那麼多產品的關稅 你樂觀地這麼想 我悲觀地這麼想 即是做定儲備的 做定儲備,先進入多一點 對,先進入多一點 總之可以拿得多多 尤其是一些產業升級的原材料 那些的 semi-product 你不知道是何時會制裁你的 在未制裁你的時候 我當然是零關稅先進入多一點 我想是一個戰略性儲備 做這件事 也是,也有機會 所以譬如農產品方面 其實也有些小麥等等 都是一些關稅配額的管理 那些配額的稅率又不變 所以你在這一方面 你又看得出 中美當時大家關注的商品 那些稅行他又不肯減 是的 這裏又未必真的 突然間想試好 是的,與拜登無關 與拜登無關 拜登是另一個故事 還有拜登負責討論第二輪的貿易談判 那個女人 亞裔那個很辣的巨民 所以不要小看她